我的这盆蓝莓种下去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 现在爆出了很多新叶子 就可以把它搬去苏果去了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每天有6个小时左右的植色光 对于蓝莓来说勉强够 因为这种要结果的植物 对光照的需求都非常的大 如果你是在家里盆栽的话 最好也有这样的光照 还有就是这个蓝莓南北方都可以种 但是选择的品种要不同 北方的话就要选择种比较耐寒的品种 比如说这个蓝风蓝光 而蓝方的话就可以选择蓝大 然后就是这个兔眼 接下来在这个苏果区种上一棵树莓 也叫富盘子 小时候感觉漫山遍野都是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品种 反正蛮好吃的 小时候吃的蛮多 但是现在就越吃越少了 超市虽然有的慢 但是蛮贵的 总是舍不得买 那就自己种 买的苗已经到了 现在就去给大家挑一个盆 这个树莓对花盆材质没什么要求 但是对大小就有要求了 如果你用的盆太小的话 它不仅长得慢 而且结果也少 所以要用大一点盆来种 这样的话它才结果多 我就选我这里口径最大的盆来种 就是这个40厘米的青三盆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树莓对土的要求不高 大部分的土壤都能长得很好 但是盆栽的话 这个土壤的透气排水性就要好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苏果土 这个树莓没有我之前种的那个无花果 还有那个果三好种 所以呢在种之前最好给它泡水 泡两个小时以上 让它吸足了水分才更好发芽 我的这个已经泡了一天了 可以了 把它放进来 继续加底 再稍微给它提一提 再给它浇一下定根水 浇好之后再把它搬去换苗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缓个一两个星期左右就可以 再给它换苗